文大宿舍争议! 绿议员向侯友宜提四点呼吁 青头壳New Talk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进来深线文大宿舍争议!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李庆锋、陈慈慧协同新北市议员参选人戴卫山、张锦豪金、29、日召开记者会 就宏友宜夫妇暴力出租、牺牲学生权益等问题,要求宏友宜夫妇与文大立即协商调整契约内容,停止涨价并捐出暴力不当所得,以保障学生权益 戴卫山指出,文大宿舍从土地使用分须、租金价格、契约内容甚至是新北市副秘书长邱敬斌是否有官说等争议,侯友宜不仅没有清楚地回应 反而一再地回避,态度含糊,甚至将所有的责任推卸给娘家,毫无担当,这样没有高度与格局的态度,完全没有资格当一个市长 张锦豪表示,自己过去就是北上求学有住宿需求的学生,因此相当能体会住宿生的心情,对于大群馆学生必须四人及五平空间的居住品质 他深感不舍 尤其侯友宜过去当副市长带头稽查公安、检查学生宿舍,但自己出租给文化大学的宿舍却问题重重,他认为侯的做法相当离谱,完全就是双重标准 陈慈慧说,台北市平均租金涨幅约0.56%,每年调整5%显然过高,侯友宜夫妇从86年至107年,一共约收了2.5亿的租金 若以正常的市场租金涨幅计算,近十年来的租金收入,应该是1.48亿左右,等于这十年来,侯友宜夫妇一共暴利,亦收了一亿多元 李庆峰比较大群馆与临近的东吴大学、明传大学、阳明大学等四人房租金,都比大群馆低,他指出,文化大学每年领教育部约300万的补助金额 学生的住宿费仍旧这么高,原因就在侯友宜夫妇出租给文大的租金过高,导致文化大学必须挖东墙补西墙,最后还是学生权益受到损害 李庆峰、陈慧慧、张锦豪、代委删除其声向侯友宜呼吁宣出暴利,停止涨价、租金减半、照顾学生四点诉求,同时要求相关单位 应就双北甚至是全台所有的学生宿舍包括费用、公安等项目进行一个全面性地彻查,还给学生一个合理、安全的居住环境 侯旦发言人赖官群则回应,各参选人召开记者会、举东吴、明传等临近大学位立,要求降租,却不肯以文化大学周边的租屋价格为比较基础,如此刻意扭曲抹黑,令人遗憾 赖官群强调,合约的签订是文化大学与幼玉公司合议,契约也明载可每年检讨,重新订约,租金绝对不是不平等条约,自然也不是暴利 还请北市府尽速对外说明,若要推翻过去大群馆皆是合法使用的事实,也必须以礼服人,别因为政治斗争影响学生权益 各议员参选人也别再忽视学生权益,将大群馆当成炒作声量的提款机 查看原始文章